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已知AB是正整數 而且 這個是 這個方程式的一個 複數根 那麼他問說 下面哪些正確 我們現在可以把 AB跟K 把它找出來 怎麼找 因為這個是它的根 也就是說 X 就是你帶A加B跟2i 帶進去會等於0 好,那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的話 是哪個方程式的一個根 我把這個A移過來 X-A 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B跟2i 平方 這是等於負的 2b 平方 以後 把它移過來 就有一個神的 平方 減掉 2a 就是 再加多少呢 A 平方 加3 2b 平方 等於0 也就是說 這一個東西 是什麼呢 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根 同時 這個也是這個方程式的根 所以這兩個方程式 事實上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K 是等於負2a 而且 A平方 加上2b平方 等於43 不過它A跟B都是整數 那這個是偶數 所以這一定是G數 為什麼 因為43是G數 所以A的話 它可能是等於1 3 5 7 點點點 如果它是1的話 那移過去 42 會等2b平方 1除以2變成21 21沒有辦法開發 那如果A的話 是等於3的話 這是9 9的話 43 減9的話 多少 這是4 34 34 除以2的話 也沒有辦法開發 那如果A的話 如果是等於5的話 我們看看 如果是等於5的話 25 移過去 43 減掉25 這是8 18 18除以2的話 剛好是9 9的話 可以開發 也就是說 A的話 現在等於多少 A3 A3 是等於5 A3 是等於5 A3等於5的話 一過來 變成2b平方 等於43 減25 這是18 也就是說 b平方 是等於9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b的話 是等於多少 b的話 b的話 是等於3 b的話 是正乎3 好 那所以 那現在 我們來選 第一個的話 那 k的話 k 我可以找出來 k是等於多少 b是正乎數 所以b是正乎數 好 那 負2 乘以a15 所以就是負10 也就是說 k的話 是等於負10 好 那我們來選 我們看 第一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他說 A平方 減掉2b平方 等於43 這個不對 因為什麼 因為 A平方加2b平方是43 所以減掉2b平方 不會是43 這樣看 第二個選項 A等於3 A等於5 所以2也不對 這樣看 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他說 B等於3 這個對了 B等於3 這是對的 這樣看 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他說 k等於10 這也對 在這裡 k等於10 也對 好 然後呢 第五個選項 他是說 如果 以 比 a加 bi 跟 a-bi 因為他是十幾數 所以他根會公額成對 是這個方程式的兩個部位根 s 平方減掉 10x 加 16 等於0 那是不是 a 我曉得是5 b 是3 a 加 bi 等於5 加 3i 我令 x 等於5 加 3i 我把5移過去 平方 x 等於5 等於9 也就是說 5 加 3i 滿足這個方式 s 平方 減 10x 加 25 25 一過來 9 一過來 16 等於0 也就是說5 加 3i 的話 5 加 3i 滿足這個方式 所以5 加 3i 滿足方式 所以5 減 3i 也是滿足這個方式 所以5 加 3i 跟5 減 3i 是這個方式的兩個根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選345 就說5 4 加 1 加 1 幾星 高達 4 加益 10 減叩